大家好,我是陳美濤 今天想說各個版本的阿柯 韋小寶最美的老婆,又有哪個美女做過呢? 第一個阿柯據說是花居觀 唱大戲的,但已經太久了,劇照也很難找 而汪玉的電影版簡直連阿柯都沒有 所以第二個阿柯就是雙天鵝 這個版本也被人罵得多 那時還被稱為最醜阿柯 醜就不算醜,不過雙天鵝的樣子比較端莊 即是那些很有福氣的媳婦樣,不是阿柯那種經驗 台灣就有陳玉梅版,他那時是台灣的當家花彈 就是這樣看也挺漂亮的 不過這套劇製作比較粗造,所以沒這麼角眼 周星馳電影中,由李嘉欣做阿柯 他都心得阿柯的精髓,很漂亮,很難搞 觀眾看到會覺得有點黑人憎 但又明白韋小寶為什麼肯被虐 我覺得這個可能真的是本色演出 梁小冰的版本也被視為經典 他是當時的古裝美人,漂亮就是漂亮,演技也好 不過他的氣質比較柔弱被動 而陳小春又比較流氓,看起來好像阿柯被欺負 令他沒那麼討厭 這套劇裏,梁小冰做陳圓圓 和阿柯相比,他就比較像陳圓圓 身世可憐的美女,野人連式 接著就到張偉健版裏,朱欣做阿柯 雖然髮型有少少怪,但也是美女 朱欣說他初初很不喜歡阿柯這個角色 但後來他覺得阿柯很蠢,是被人欺騙感情 又沒有家庭溫暖,是很慘的 認彩儀版的阿柯,就一點都不慘了 比較女強人一些,他感覺上是時裝一點 可能因為這樣,他就沒有分析陳圓圓 而是由寧靜來做陳圓圓 寧靜就真是古裝專業了 最新的是賈青 不是說他不漂亮,他的演繹就是野蠻女友 但樣子就好像沒什麼特色 這也是現在很多女演員的共通點 靚就是靚,但看完好像不記得這樣 幾個美女放在一起,更加不認得誰打誰 真是來人尋味 阿柯這個角色很有趣 通常說什麼演員都會說說演技、演繹 但試試搜索阿柯,會發現比較的時候 所有人都只說誰比較 始終金庸小說的女角 有幾個真是美得太過分了 靠樣子賺食的,所以怎樣演都好 一定要有個超級美的樣子做入場券 比利選,你又最喜歡哪個阿柯呢? 對 對 對 感谢观看